像杨子这样的人太可怕了 他们看似无可指责 无伤大雅 但他们确实控制了一切 如果你想问媒体界最知名的人 应该是杨子 坦率地说 他对卓越和身材并不高尚 无论他是否被置于普通人的群体中 他都会被贬低 的确 就连Melody Bandon也曾试图说服他说 孩子们 我们不漂亮 别演戏了 回去好好专心吧 然而 这么多年过去了 杨子不仅演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 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在几部剧中 他也成为了主力 每个人都在争相帮助他 不仅如此 杨子还变身为创客 布局了星锦传媒 几乎他拍摄的每一部戏剧作品 都是他自己贡献的 香蜜和亲爱的 珍惜 他既是制造商 又带来了大量的现金 装满碗的Toon Gandon 现在应该责怪自己进行调查 尽管如此 杨子的离家世界还是比较基本的 除了很早以前的秦俊杰 这两年都没有个人的发展 前段时间 有一些关于他和张艺兴的绯闻 让他失去了一大批粉丝 还被张艺兴的粉丝嫌弃他不值得 他们崇拜的对象 所以这一次他出现在向往里 很多人都站在一旁 想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系 他们没想到 处于类似的边缘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机会 却被杨子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他直截了当地穿着和张艺兴相似的睡衣 调侃两人之间的尴尬 也不避讳和张艺兴的交流 还很正常地和他说话 开玩笑 一起做事 最终 粉丝们甚至大喊他们应该迅速在一起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弄得晕头转向 感觉杨子策划了一个特别强的内容 就是为了让大家帮助自己的感情 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的 由于之前两人没有交流 杨子也看过张艺兴的节目 而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张艺兴特意换了位子 坐到离杨子很近的位置 就在杨子要大出风头的时候 张艺兴恭恭敬敬地去扶他 这些可以说明他们俩都不是真正的新人 但是在向往中 他们计划了一个从心到可识别的循环 张艺兴的性格完全独立 跟子风彭玉唱演了这么多集 他居然说不上两句 杨子却去了两天 不断地来访 这不是特别可疑吗 不得不说 杨子利用自己干练的演技 有效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清纯美好的人 其实 考虑一下 嗯 怎么会这么无罪 杨子 他从阴暗的媒体中走出来 脸上还挂着一副纯真的笑容 让他几倍发凉 更令人瞩目的是 尽管你觉得他很可怕 但你还是无法抗拒与他打交道的冲动 因为你知道他来自一个未开发的世界灰姑娘是多么的麻烦 无论如何 他是独立而坚强地走到了今天 而不是靠赢得宣传和拥抱他的大腿 在媒体上 他现在是无价之宝 他真的配得上现在的辉煌 02 肖战报道Artisan Margie Alejo 高昂的成本被用来割韭菜 粉丝承认能买到 在没有预热的情况下 肖战正式汇报了相分品牌 Breaklight or Margie Alejo的代表 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并为许多粉丝带来了严重的力量领域 这已经标准化了 点 值得关注的是 在官宣后不久 黑子们又在自己的话题下怒火中烧 细看这个后援品牌 只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去割韭菜 还打电话将肖战的承销列入黑名单 然而反应是公平的 粉丝也同样使用它 真实的活动表明我会购买和支持肖战 究其原因 肖战在过去的时代权威宣布了 Breaklight or Margie Alejo香水的新城堡品牌 肖战成为了品牌的代表 这个品牌非常有名 在欧莱雅这个巨大的品牌中占有一席之地 肖战为品牌助力 团结互助 粉丝们显然会拥护 只是每次有振奋人心的消息和新的冲击 某些个体会接近故意制造苛刻的主题 抱怨这是以过高的成本减少韭菜 不应该支持 应该反对 我不得不说 这同样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做法 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 大家的态度都非常的明确和坚定 他们相信肖战的决定 会购买肖战的支持品牌 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永远不会改变 后退一步 似乎没有任何限制性的帮助 它完全建立在私人需求和货币环境之上 粉丝不说应该支持做粉丝 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欲望 说白了 换个方向 肖战在路上遇到的风波少了吗 始终如一 那又如何 肖战的职业晋升并没有受到影响 肖战是名副其实的优秀象征 肖战的提升可能性也是异常的高明 路慢慢齐修远西 肖战勇往直前 03 肖战在墨田航道的改善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尽量不吹不黑 对品牌先锋的肯定 如果工匠能够在品牌改进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您认为这是一个难题吗 一个工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来决定一个事业的进展 当肖战借助墨田川转为受邀 与王家为合作拍短片时 网络对肖战的演技赞不绝口 要知道能邀请王家会下山的人不多 墨田川现在根本就不要王家为了 但在停息之内 所有人都明白了 肖战对于田川标志有什么建议 在肖战鼓励于田川之前 市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标志 而作为一个快速转移的赞助产品 个人业务太少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只有肖战是唯一一个传播识别的人 于田川 于田川联合创始人兼CMO吴振先生在采访中转为代言人肖战 他对肖战的定位是让于田川快速破圈的巅峰站访问者IP 而这个巅峰站访问者就是他们的代言人 当被问及当初选择与肖战合作的原因时 吴振补充道 即使从不好的角度来看 肖战也是一个无害的超级名人 专攻职业 特别积极 肖战对于田川的祝福现在肯定已经不小了 至少在Espresso领域内 在代言之前的非Espresso电板之下 大家最清楚的知道是雀巢 雀巢 Maxwell 虽然Sumida River的主打产品是Log Clean Espresso 这和普通的吉尹Espresso不一样 但是口语毕竟是渐进式的 这对logo的推广还是很不利的 于田川要想在更深的程度上拓宽 就得先走一个缺口 走一条路 我方创始人证明 代言人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肖战之外 于田川现在最大的作用 已经不是增加销量 而是增加辨识度和提高口碑的作用 作为清洁浓缩咖啡的互联网所 墨田川现在已经开始安装线下浓缩咖啡店 对于这个标志 由于肖战的生活方式 用30年少走弯路来解释一点也不为过 当肖战官宣布代言时 所有人都不断地出现在logo的定位上 它是世界级的奢侈品 全国范围内的顶级产品 还是在积极领域取得了小小的成就的 不知名的标志 在与肖战合作之前 墨田川已经变成了 2022杭州亚运会的正宗特农咖啡 它可以作为与这样一个真实的合作的标志出现 当然 现在它的威力已经不容小觑了 但让他们感到困扰的 尤其是认可度 肯定是肖战 为了它 事实上 鉴于小枣的出路 企业已经由衷的认可肖战 可以增加标志的辨识度 有多少人能认出真正的肖战 现在凯小枣已经成为肖战代言后宫组织的老手 肖战宣布全新代言的时候 还要送上一句问候 说不定还一个人赞助电视上演呢 肖战过高的经营成本 在使用所有人的帮助下得到了一致认同 毕竟 它有很多过度停止的代言 欧莱雅集团现在已经给出了起四个奢侈的痕迹 以便这种庞大的组织可以借助产品与它普遍合作 也说明肖战厉害 但现在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 肖战可以参与并在肖战的改进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以求出现一个有良心的标志 03 肖战的普通话程度是多少 肖战的普通话学位是Level 2A 这个学位有大约90个因素 他要求在大声学习和自由交谈的同时 对应率和发音有基本要求 持有此学位证书 您可以作为教师访问第一和中学 中学日常学校 院系和大学 肖战 中国内地男演员 歌手 他变成了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在父母的严科环境下长大 为了训化他的追求和爱好 他的父母给他报名 参加了绘画指导和小提琴指导 长大后考入重庆工商大学 现代国际设计与艺术学院 刚进大学 他就变成了任用 因为文儿外和艺术委员会成员的优雅 在使用老师的帮助下 在借助学院举办的歌手反对派中 他又被评为校园十大歌手 毕业后 他在媒体老师的工作室当服装工 过着正常的生活 2015年 素人推出励志系列节目燃烧吧 青春 确定了肖战 唤起了他曾经的歌手梦 在以尝试的理念合作录制节目后 肖战出道并成为X9团的主唱 出道后 组织的认可度并没有上升 肖战开始在公司协会底下观察演员的走向 先后出现在O 皇上破天陈情令等 并以为无限在陈情令中的地位一举成名 一时间 他的超越变成了时期 比如说实话 他有普通话二等证书 喜欢肖战的网友都承认他的普通话可能很顶 在采访中 他还拥有清晰的发音和流行的发音 他在软件内部因为口误一说 他的普通话天赋已经达到了令人愉快的程度 可以教育过多的大学中文 但实际上 他当时考普通话等级证书的时候 最好是给了96.6分 程度变成了2A级 普通话初级亚A评分要达到97分以上 朗诵和公报的发音 词汇和语法要求准确 是省级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水平 而肖战的普通话虽然名列前茅 但还是不符合这个人气 但他一直在加强 从他在电视剧劝你一辈子和王牌部队中的真实痕迹 你可以听出他的普通话越来越高